Azure Z試駕年半推出了全新一代的電競手機ROG Phone 6 除了是我試玩第一部用上Snapdragon 8 Plus Gen 1的手機 螢幕拆聲率由上一代的144Hz提升至今代的165Hz 再加上全新的散熱系統和IBX4防水等級 喜歡打機的你一定很期待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科技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和通知鈴鐺 既然ROG Phone系列主打電競 今次主要跟大家初步試一試新機在這方面的性能 上代Phone 5的Snapdragon 888 和144Hz螢幕拆聲率 對於打手遊來說已經非常厲害 今代規格更進一部 直接採用Snapdragon 8 Plus Gen 1 再配上165Hz AMOLED填膜 RAM方面Phone 6有16GB Phone 6 Pro還有18GB 兩部都絕對可以說是現時市面上規格最高的Gaming Phone 為了配合Phone 6和Phone 6 Pro的高規格 今代散熱系統都有提升度 加大了底板的Favorite Chamber等等 有助手機進一步散熱 長時間打機的玩家 ASUS都有推出新的外置風扇Aero Active Cooler 6 還有幾個模式可以選擇 分別是智能調節、風冷模式、酷寒模式 還有要插濕電才能用到的急凍模式 那我就試試用Phone 6 Pro 玩出全名熱的原神 把設定推到最高 測試一下它的散熱效果 我玩了大概15分鐘 機背大概是36度 而螢幕位置大概是40度 摸上去其實不算太熱 只是微微暖暖的 然後我就試一下加上Aero Active Cooler 6 開學行模式 大概3-4分鐘左右 機背溫度已經下降到29度 螢幕大概是38度左右 再插上濕電用急凍模式試一試 一開啟已經感覺到有些涼滲滲 好像冷氣的風吹出來 過了大概幾分鐘 風扇位置大概是25度 機背依然維持在29度左右 但螢幕已經落到32度 基本上已經完全不覺得手機發熱 效果真的挺明顯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試玩了一段時間 無論有沒有加裝到風扇 打起機上來都是非常流暢 完全沒有疾機的情況 畫面也很穩定地維持在高精率 沒有出現殘影 證明本身的機 無論在規格上還是散熱系統上 用來打手遊都是綽綽有餘 非常之爽 今代亦有保留到自訂按鍵的功能 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慣 設定不同的按鍵功能 今代的風扇更加多了兩個實體按鍵 總共有四個按鍵 不過我自己就不太習慣用風扇上的按鍵 對比起兩代外型就差不多 單手拿上手都會覺得有點重 但始終它都是Gaming Phone 打機多數都是用雙手的 所以影響就不太大了 跟上一代一樣 今代都可以連接手機一起玩 裝上風扇可以做座檯架 概念就跟Switch差不多 個人都很喜歡插上下手機玩 因為貪它夠輕身 電競手機又如何少得燈效呢 今代跟上一代一樣都可以自己調教顏色 Pro還可以自己選擇Motion 不過燈效的樣子就跟上一代有點不同 我自己就更加喜歡今代了 而外置的Cooler也有燈效 那就不用加裝了之後要犧牲燈效 不得不提的是今次這部ROG Phone 6 是暫時來說 是世上手部備有IPX4防水等級的電競手機 打機爽之餘更加耐用 今天簡單地試過ROG Phone 6系列 第一個感覺就是它打機很流暢 以及它的散熱系統真的做得不錯 3至5分鐘就開始看到效果 相信長時間繼續打下去會效果更加好 到時如果借到機的話就再詳細評測給大家看